我们一直给大家推荐垂平草 是因为它有真正的特性 非常优秀的特性 反正的话我们也不会反复的给它推荐 垂平草大家来看一下啊 现在当刚的开春 今年总体上气温比往年都要冷 垂平草现在开始长起来了 垂平草它最低能够带零下35度的气温 即便在东北也可以去种植 看一下现在这个老庄的苗都长起来了 那底下盖的现在全部长起来了 把这老枝条给它扒拉掉 下面都是绿色的生命 垂平草也是可以吃的绿植 主要它对于干有一定的好处 所以很多的花友买来 一方面是做绿植 一方面就是拿它来做野菜吃 它的枝条也可以拿来泡茶 但是要把它晒干啊 等它长长了以后 可以采它这种嫩头 用开水焯一下 然后凉拌的吃 可以做绿植又可以做野菜 而且懒人绿植 只要不缺水 甚至你缺水 半年的时间都不给它浇水 都没事 只要你是放到室外来养的 所以它的生命力是非常顽强的 这么优秀的绿植 不多见 真的不多见 耐寒耐热耐阴 耐贫瘠 又耐汗 随便怎么养 它都不会死 而且生长的速度非常快 如果有花友喜欢的 大家可以考虑入手